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选择了一个见招拆招的对兵局的阵法 郑英红下棋也是不拘一格 他下棋是很灵活的 他直接跳了拐脚马 准备拘一拼三 是一个大出拘的不拘 有麻烦 拘一拼三 谢谢 我觉得郑英红好像在布局当中 经常会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研究 对 而且有一些次序上的颠倒 然后给对方出现一些困惑 让对方很困惑 其实这个棋绕来绕去也是一个正常布局 并没有走出太多的花样了 但是他通过这种次序有时候会干扰对方 至少在时间上 对方会去用更多的时间来寻找一个合理的布阵 对 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棋手的策略 他有时候干扰你让你时间多花点 对于今后对战的复杂局面下更有力 因为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 这个其实对兵 对 先对兵吃掉 往往在局面差不多情况下 由于一方的时间紧张 最后另一方会获利 居酒精一绑着 不是 下到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流行的 经常见到的局面 不是也很合理 下一招准备居酒 评六 来威胁拐脚马 这盘棋 红方的虽然居从三路线迅速出动 但是拐脚马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但是他本身就是居好了 这马你就有点问题 这也是象棋布局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特别完美的布局 这样要均衡 对 说这个布局我走完了就输不了了 没有 而且你不能什么好事都占到了 对 你的好位置全被你占到了 对手就没法下了 那除非对手走错了 否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是吧 那么现在 红方 马七进六 这条棋 它是不具我们俗语叫 猴拉马 文明点叫四线千牛 文艺一点了 四线千牛 因为他这边有一个交换 所以他不怕 而且威胁着三路族 那么下到这儿 是一个挺流行的局面 多次在比赛中 很多名手都采用这个布局 也出现过很多便利 那么在这个时候 稳健的下法 我认为 炮瓶子 这是一个很稳健的下法 这招棋就是说 我先平开 我不让你踩这兵 然后带基尔盾 我这边今后可能推炮打局 也可能平炮打边兵 因为毕竟拐脚马边兵 底线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如果你走这个 它有可能G3 平2 交换 其实这种交换是为了解决拐脚马 如果你一换 它拐脚马 今后就可以跳到一个好的位置 当然了 黑方也有可能就必然开了 当然这以后就是一个另一番战斗 那么这盘棋 王小华还是比较积极一些 他想在这一侧对红鞠形成一些威胁 而且也避免他老这么牵制自己 冰着他自己的马 所以他选择了炮8退2 他想要把鞠打炮 但是这招棋看得非常公稳 这打完了还是一个底炮 底线很安全 但实际上感觉是不是应该走炮8退1 为什么呢 因为保留今后鞠9平6的手段 虽然现在可能还不行 因为人家有炮平4 但是打完鞠之后捉 比如说如果让打着了再捉 你打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手段 你打吧 我把你这个鞠对掉 红方恐怕也这个鞠背在左翼 黑方还可以满意的 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退一步炮 让自己的底鞠带机而动 对 留下一个通道 更灵活感觉 所以感觉应该是 破拔退1更好一些 如果你要再采兵 他可能先打一下 这炮再动一动 这样在这一侧 今后老有鞠9平6的这种牵制 恐怕就是更复杂一些 变化更多 那么这招棋呢 我们讲的话就把这招走老了 就是没有弹性了 反正我个人认为下黑棋 本身是后手 下的要有弹性 给对方留下更多的弱点和毛病 便于今后利用或者反先 你要征胜 虽然是后手也要征胜 所以这招棋可能把招走老了 那么下到这儿 虹方先得实惠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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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那虹方肯定不行 我这个马跳了一步两步三步 是吧 就跟你一个鞭马交换了 肯定不行 而且自己的马还没法解决最后 所以这个棋呢 马七 推六 这是必然召化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控制着你这个 今后你的马的出动也被我控制着 而且对你中足也是个牵制 马拉在司机而动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等于先吃个兵吧 占了有物质优势 那么黑方进兵 这招进兵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你炮在这儿 估计你现在恐怕就会平局来了 但是他炮既然在这儿了 也有他的思路 他准备进足 今后居九进三 然后这么拐弯出来 马拉炮还在底线护着 这样也是一个思路 但是感觉可能稍微的慢了一点 慢点 有点慢 但是也是一种想法 那么红方也是 因为毕竟这底线也被瞄着 你这炮也不敢这么挡着 随时的 它也打你 所以红方非常的稳健 这个不能再躲了 躲了就像又被瞄住了 其实对了这个炮之后 黑方的七路马就没根了 以后可能会被利用 但是暂时限阶段没有问题在哪 因为毕竟这边黑方有两个狙 对这马有保护 而且这个马今后也 它也有一些弹性 比如这马什么时候往外一蹦的时候 底线 它可能就有沉底炮的一些牵制 有可能对红方有一些干扰 在这个局面下 当时实战 黑方走的是 狙九进三 继续自己的计划 按不就班 但是感觉上 好像是速度跟不上 红方的步伐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先分析一下局面 红方多个骑兵 弹河马 非常的有力 子力位置稍高一点 但是问题也有 问题就在于这个拐胶马 如果这拐胶马不能顺利的今后 找到一个攻守两立的好点的话 那么这个弱点恐怕也会削弱它所得到的一些优势 可能就是形成会有顾忌 各有牵制 那么实战中 黑方这招棋 狙九进三 它的目的也是想来威胁的 但是感觉上就是没有抓住 跑了 实际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是有一步棋 可以只能说暂时的牵制住红方 但这个暂时的往往可能就差了一点 这局面就会有很大改观 那么首先说 刚才说了这个马位置很好 黑方刚才也说这个马没根了 今后有可能被利用 那么如果我们设想这个黑马 如果能跟这个马交换的话 那就很愉快 对 黑方就很满意 虽然我那个马差 鞭马比较差 但是你这个马也不好 对 我就少个兵 完了今后我在进局扫扫兵 可能还是一盘棋 可是现在黑方是没办法跟红方对的 因为你要是马七进六的话 对 人家可以鞭二平四牵制住你 对 你还得平炮再开 那就不行了 是 所以说它最厉害的马 你现在好像对它没有什么办法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方实际还是有一步巧招的 它可以先出个上 好 这样我平六 对 它既首先把自己鞭的根给生上了 我现在鞭有根了 第二 对你这马形成一种牵扯 你马不能动 你一动抵士没了 对 完了士你又织不起来 对 那么咱们再说了 如果今后我这马有腾挪的表现的时候 底下一传枪你马丢了 所以等于这个就带有一种弹性了 是吧 哪怕它待会对居呢 是吧 它一对居一回去 这还是个先手 至少对居现在变成了先手 对吧 对不起有点意思 所以这给红方出个难题 当然了如果你要手软 像是推这个局 要看那马上人再一抓马 这颜色就都变了 这是有点出将助攻的意味 对 这招其实应该是一步可以考虑的 当然红方在这个局面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 红方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巧的招 可以化解这边的一个很难堪的局面 这有一招抛七腿一 你现在不能吃我的马 你吃的话 一将一刹直接结束了 对吧 通过这个 但是呢 虽然这个问题暂时解决 它经用一支式 再把马跳开 解决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黑方也是如愿以偿的消灭了这个 它的河口马 令黑方 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弱马 一个今后有可能遭到攻击的马 来换掉了红方一匹好马 对 你这牵不住了 我已经有根了 老早八道我已经看在那了 嗯 然后你要吃掉 我再刹起来 我对你依然还有一个牵制 对 完了你再捕市 我这边可能再长个鞠 这样虽然红方还多个兵 但是你这个马位呢 还是 还是别扭的 有待于调整 对 还没有说一步到位 说还差的很多 嗯 那么既然你没有一步到位 我就还有一些机会 对 毕竟这边底下传江啊 什么的出居啊 继续牵制 这个构思还是 对 还是值得借鉴啊 对 下到这儿呢 现在是 那么黑方呢 当时呢 可能有时棋手下棋都是有惯性的 对 惯性思维 包括他的设计 都是有惯性的 他既然拱了边兵 他的设计就是巨九金三 对 所以他这时候恐怕也没有多想 嗯 那么走了巨九金三这招 对 但是这招棋呢 看似有力 但是呢 确实没有抓住 太滑了 没有抓住红马的 弱点 没有抓住他的筋脉 没有抓住他的筋 抓筋没抓住 嗯 让他轻松的跃出了 对 而且这个马位置特别的怪 他这一胳膊 你看那鞠 没有特别理想的位置 是 完了这个底炮也进不来了 完了他随时 只要你这边没有对他的封锁 他随时一步就蹦到 非常理想的相间马位置 嗯 那黑方恐怕就很难再争胜负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方的他的构思呢 就是要对军 嗯 完了 红方不适 不是 十四进五 嗯 黑方前军 对军 他这就是他的战略计划 终于如愿以偿 把这个军对掉了 但是呢 这个如愿以偿呢 也是有点画引号 你结果如何 因为我们还要说结果 嗯 那么红鞠 鞠二进三 嗯 他并不腰对鞠 他给你换马 嗯 咱们看啊 同样这时候肯定要换掉了 你这跑了 对 换掉 同样换马 跟刚才降五平六的换马 那就是大相近平 截然不同了 对 因为现在他的马已经跳出来了 嗯 他没有弱点 而且呢 当时黑鞠虽然原地没动吧 反而对红方这一侧有点牵制 嗯 你现在到时动了 好像对红方牵制到不大了 嗯 这边人已经确实安全了 对 而且多冰的优势也确立了 这边还先 关键吃完还是先手 对 吃着胖 吃你的胖 那么黑方没有办法 还落个后手 嗯 那么下到这儿呢 红方呢 呃 比较从容了 嗯 有很多的下方 啊 那么这个大家也看一看 红方如何来 呃 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个优势 对 啊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讲解 好 您先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嗯 嗯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来 嗯 下面我们继续讲解这盘对局 对 下到这儿呢 呃 郑宜宏呢 他的风格是比较稳健的 嗯 他实战是走了这个 这个 居三平二 实际上感觉啊 就居三腿一就行了 嗯 就赶紧把冰一吃 我多俩冰 阵型也不错 你这马反正估计这盘鸡上不来了 嗯 只要你这边双居炮 别出问题 嗯 就可以基本拿下吧 算是 但是我想他可能就是担心这个 对 他可能担心 人家比如说平居 对 嗯 他有可能平炮在一起打 对 你这马就回来了 你要跳上去 他这 跳上去直接就僵死了 对 那你要回来呢 他今后是不是沉底啊 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没骑 因为他炮可以看得一向腰 嗯 而且这鞠也可以来保 所以实际是没事的 嗯 只不过我觉得他呢 这马好不容易 他的理想位置啊 肯定是马而进三的相奸 对 所以他虽然吃个兵 但是他也不能忍受自己的马啊 被逼到这个位置 嗯 实际 他想那个中途嘛 反正也没有根 对 他可能早晚能吃到 他可能是这样想 而且他认为这个马 确实他的判断也 马位比较重要 也没有错 在于在棋手而言呢 他更希望自己的这个主力 嗯 大字的位置 投入到这 投入到更好的位置 那么至于兵足呢 最好是顺手前扬 对 不要特意的去追着吃 嗯 所以他这招棋下的呢 也是呃 情理之中 嗯 很稳健 嗯 黑进居 毕竟少兵嘛 还是要尽快的 二二进三 对 居六进四 黑方这一段招法看了非常的积极主动 但是实际的这个效率确实并不理想 没有达到应得到的东西 嗯 居四平三 对 我觉得这个这招棋 张英红走得不错 那他就是要吃兵 看着你好像 你这是把我变兵吃了吗 他把鞠腾出来了 对 你不吃我就打你兵又吃一个 嗯 如果现在红鞠再断到这儿来的话 那黑马就真的这盘棋上不来了 那赶快往外跳吧 对 赶紧跳 红鞠一桌 那么黑马为了保中族 这中族被吃了也太大了 对 是吧 你也不能往边上跳 所以马三斤四 嗯 这个黑方的子啊 也这马也真是不容易啊 嗯 从夹缝中 穿了出来 真是挺辛苦的 嗯 那么红方 二斤四 二斤四一打 嗯 黑方的狗丝也是 四斤六 挺好 嗯 叫沙 你只有看上 然后他借机 把中兵给吃了 他也挺高兴啊 你别说这个 我觉得马上滑的狗丝也挺顽强的 挺顽强 而且他还暗藏着很多的战术手段 有机会 一些供杀的机会 对 吃点 嗯 嗯 王小华这时候平均 开始施展手段 你别老牵着我 我现在要 闪击了 闪击了 左闪右闪 那红旗也是很稳健 虽然黑方子力站位好 但是呢 红方第一 子力站位也不错 对 第二呢 毕竟物质上有優势 所以战线一长 嗯 这个红方还是会最终 获得比较满意的一个局面的 嗯 那么下到这呢 黑方实战走的是 第二天 第二天 但实际上这个旗吧 毕竟居在对方的兵情线啊 应该给比 就是对红方的威胁更大 嗯 而这个马现在暂时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 至少对于今后你扫兵也好啊 谋得一个物质上的均衡也好 都有好处 嗯 但是呢 好像也被管死了 嗯 没有太好的进一步的发展 嗯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不如 退回去 嗯 嗯 还是得中炮烈 如果把中炮一踩 这个棋核棋的机会就会增大 嗯 不是说一定核 因为这还这么多兵呢 嗯 但是呢 核棋的机会就增大 嗯 毕竟你没过河嘛 然后如果你动呢 我这局还断着这条线 今后随时不说先过来啊 嗯 先保住这边再往里蹦啊 什么的 先不让你这 你要我继续过来招你这马 暂时也不让你往里有机会来进一步进攻 嗯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嗯 那么实战呢 这条棋呢 好像 嗯 有点重于防守了 嗯 他还是第一防你过足 第二呢 希望能过来 来这样 以这种形式来阻击你 嗯 但是呢 红方 马上这样 铺进去了 铺进去了 G6退四 G6 他先 然后红方下跌很灵活 把炮缩回来 对 缩回来 这个时候呢 实战走的是G2平8 G2平8 这个时候捉炮啊 好像意也不大 嗯 为什么 虽然说你把中炮给轰开了 我就平个8 嗯 但是呢 我现在有沉底炮 还有这个浸炮打G的手段 来骚扰黑方阵型 这要真一打G的话 这阵型黑得挺难看的 是 G也不敢动 所以说呢 这招意思也不大 你要这么多 你还得再捉回来 嗯 等于这炮你轰不开 所以黑方呢 干脆 索性 索性我就 牵着你 然后就是想 还是尽量我跟你对子简化 嗯 哎 洪洪不适 先撑住 对 先把自己的这个危险解除一下 对 我们家的水位来先叠吧 我先给你挡住 嗯 等会他一会儿 别小心他偷袭 真有这种可能 突然间 至少是个对子吧 我吃不着东西我也对子啊 对 那么 黑方 黑方目的也很明显 我就追着你对啊 这棋我已经不好了嘛 嗯 是吧 你看他对子的方式 这也很奇特 很奇特 我就全缩回去 对 然后就逼着你对 你这妈怎么办 你这又跳进去了 他又跳上来 他通过这个腾罗 又找着一个好位 嗯 来抓你 这个 洪荒这个时候 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嗯 但是呢洪荒有一个巧招 我现在再追一子 对完子之后呢 这个军马炮 黑方这三个子呢 就全都处于手势了 嗯 恐怕反击是无望了 嗯 也是一种稳健的下方 对 而且这样对完子是新手嘛 对 吃什么 一进 那么下到这儿呢 实际上洪旗走的是炮剑 炮剑 其实它最简单下方 就吃了就不错了 嗯 比如咱简单说啊 如果吃掉 那他也吃掉 我握一剑 只能电炮 我来一抓炮 嗯 你就出老剑 对 我顺势把这个吃掉 嗯 这样形成一个居马双兵 关键什么呀 你位置还不好呢 嗯 你还得再进肩硬 完了 发展下界 洪方的盛机是非常大的 嗯 这样比较简明 嗯 但是呢 这个对局心理就是呢 洪方呢 还想保留一下变化 写着这居马炮不是 没准赢得快 赢得更快嘛 他还有关键怕赢不了 万一下成居马双兵 没赢了怎么办啊 对 这是不是全队棋手 这郑一红的主力啊 都看着他呢 是 所以这时候他要保留变化 嗯 看你怎么办 他队的还挺的又来了 嗯 又是一个交换 嗯 幸好只能打僵 还有一僵 炮了金仪 炮了金仪 把郑一红再讨 嗯 再讨 居一抓 红居一进 嗯 那么黑马马 又来了 真是你对 你说王小孩这几步 他也挺灵活的 对 这个马运呢 王小孩的这个构思战术 也是非常的严谨 嗯 攻防啊 也都是很有步点 很有节奏感 嗯 那么这招一跳呢 呃 其实还是刚才一样 现在可以吃马 对 如果你吃炮 我再抓些炮 还是先手把这个兵吃了 嗯 但是呢 这时候跟刚才的心理 洪方心理也一样 都没变 还想保留 嗯 啊 这时候王小孩走的是马七进五 实际上这个棋呢 呃 王小孩可以再追求一点变化 嗯 走这个 走这个呢 呃 下一招的时候 下一招我就把你拘给对死 嗯 对吧 但是吧 追求变好看是郑一红的想法 王小孩就想对子 呃 但是对子有很多种 这个是一种对子方法 但这子呢 这个对子呢 可能更隐蔽一些 嗯 因为他要能把拘对掉 那红方想赢 因为这个兵不一定吃得着了 对 是吧 如果你要退炮呢 他回头再抓炮 嗯 啊 你你你这你吃这吃不了 你要是打这个 我把兵吃了 这样的话 军马炮你虽然还好吧 但是也不一定就能怎么着 因为底线你还小心点 你要打我吃过来 底线我还有点手段 嗯 所以说这个棋呢 呃 可能走这招呢 就在纠缠纠缠吧 有时候黑的也不能走得太消极 太消极也是不行的 嗯 那么下来这呢 红方确实一看 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非要对子 那就还是来吃兵了 嗯 那么与其这样吃兵 你不如刚才就吃了就完了 嗯 是吧 是吧 还没有先手了 还跟刚才一样 还得回来 打一将 嗯 刚才的还是这局面 其实刚才 但是多走一步 现在该拟了 现在就变了 现在该黑的了 对 对 对的是 居五平期抓马 抓马 然后退马 嗯 这是四进 好了 进居 下边呢 我们就给大家演变一下 对 看看那个郑云红啊 是怎么能 居马双兵 居马双兵 取胜了 因为这个棋取胜还是确实有点难度的 对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冰都没过河 冰都没过河 嗯 但是他赢得挺快的 嗯 居七平六 居七平六 嗯 冲兵 完了 再进度 防守也是很坚固 四进二 四进二 十五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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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起羊角士啊 嗯 有一句谚语什么 直起羊角士不怕马来骨 完了 居一平六 十六斤五 十六斤五 然后向五退三 向五退三 向五退三 先补月 因为他现在如果充兵的话 他可能是怕别人抓一下 对 来渗透 偷吃式 对 来偷吃这个式 所以这个棋呢下的还是很细腻 对 先退 向五退三 滑六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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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方是抓马 滑六退了 滑六退了 这时候是 降三进一 飞了一个边下 他还是怕这个过 因为队要过的 双兵都过合的情况下 他就是稳胜了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 就能把这个兵管住 然后再待机而动 也许可能有一些 巧对的方法 能谋得和其 后来也是差一点点 这个棋 兵1平2 G9平8 完了 3进4 G8平6 兵2平3 完了 除了进2 没有 这个其实退居 对 G6退1 退居 退居以后 就是他还是 因为这今后有可能对他两个项发动进攻 他还得保证安全 完了又要防止过河兵 所以他还是退居 稳健的防御一步 将 将军 这只能电居了 智能电局 马三退二 然后马三退二 完了这时候是出了将 将我平4 将我平4 他就避免你今后什么抽将 搞不好看不见把象吃了什么的 我先自己出去了 然后再找机会 红方 这个看准了 抓住战机 对 冲下去 冲下去 因为这个旗好像 这个旗 旗兵战时过不了河了 你总要冲下去 你只有对对方形成攻势了 才能扰乱他视相的防御体系 这样你的兵才有偷渡 有偷渡的机会 所以而且这个旗 它毕竟子力这么多 它还有很多机会 甚至说马换双势都有可能 你虽然狗炮 但是你真做了大堂的话 这兵 你也是很危险 所以它冲下去也是有恃无恐 完了 黑狗长起来 狗六进五 狗六进五 那么红冰 冰三进一 三进一 这个时候是平居了 它上了 先上了 上了将 它没得下了 它现在也不敢平 平了可能把炮吃死 对 但是如果平居的话 它这边一拱炮拱式 马上就不行了 对 所以它防守还是非常顽强 先上来 然后退马 马上退三 退马以后确实是有点危险 它现在登居吃相了 一登居 一将军 如果你不硬的话 它真登一脚 你要看相的话 这边一拱 可能那试着相 又有问题 赤相都被破了 对 它在那一拱 你一躲 它一将军把中士吃了 所以它赶快先把居闪开 赶紧它先把居闪开了 但是平居这招非常厉害 炮不敢躲了 如果躲它马三进四 好像就不太好玩了 对 你横不能 要成杀棋了 你横不能跑这儿来吧 那也不行 那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它还能撑一下 但是人家随便哪绕一绕 你好像要麻烦 你这炮一躲 它就白吃一个 因为它丢事项都无所谓 它随便丢 是不是 你它也吸不住它 对 所以这个棋 它没办法 这将军 就将军了 是 炮不要了 先退堪 一步就堪死 要不就危险了 对 那人家先吃 这时候郑一红也算清楚了 吃掉 杀掉 现在就是看看这个 本意是 其实已经是一个要输的餐棋了 一直是 那么下到这儿比较有意思在哪儿 就是说这个棋 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棋很复杂 就是如果是鞠马兵 施项拳 如果是过河兵 对 这兵如果过了河 是必少 如果这个棋 那个黑方防守阵型 非常的完整的话 对 比如巡河鞠 完了位置都很好 这个棋是有河棋机会的 你的兵过不去 对 兵过不去的情况下 这个其实有 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 鞠马兵一定有 如果没过河 必须要是 对 有一些问题 对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红方很积警 一桌下 你就连上 你不能往这儿飞 往这儿飞 一脚也蹬死了 对 连上之后呢 他再一桌 换俩相 还是赢起 鞠马能赢这个 鞠双士 这招非常的巧 他准备下一步干嘛呢 下招平鞠 如果你一退下 他再退鞠 你飞不起来了 你一飞 他把这吃了 对 我想他肯定后悔 刚才打得僵 对 还不是不僵的 是 所以这个棋呢 他刚才不僵 可能也当然 红的也赢了 对 所以下到这儿呢 黑方就主动认负了 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再演变一下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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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